六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六創意健康店 電話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歡迎收聽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跟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醫生你好 Della好,大家好 上兩次我們有介紹過大狀抛診或抛診一型 今集不如跟听众介紹抛診二型的情況 不如袁先生幫我們介紹如何處理它 好了,我們抛診性抛診,genital herpes 我以前也叫抛診二型 其實很常見在自然療法的診所 往往都會多些遇到這些性病 例如臨病、梅毒等很多西藥禁得很快 所以現代也很少需要處理這類問題 但是genital herpes性抛診不是 因為它是病毒性,是比較難處理的 原來在美國成人裡 估計大概有百分之三十的成人 都曾經接觸過這些二型抛診 大部份的病人只不過接觸過之後 發了一次,接著就沒有再出現了 但也有很多情況嚴重會爆發 當然是很麻煩 跟唇瘡、抛診一型、山蛇的抛診 是更加麻煩的 治療方面也不太容易 像唇瘡、山蛇、大臟抛診 是很容易处理的 但在同樣的疗法 也有很多好的疗劑 处理这一类症状 但也要对症一下 要適合疗劑 要选得比较准确 在我过去经验里面 我通常用了疗劑是Nature Muriaticum Nature Muriaticum 炎的疗劑可以用得比较多 通常炎的疗劑 通常患者都有些很不开心的经验 或者在男女关系中出现过问题 炎炎的人很多时候有内在情绪的创伤 当然抛診的表面症状 通常会痛、刺痛 令你无法进行性行为 很不适 当然也会有水泡 清水的液体会爆爆 然后伤后就爆出来 也可能是带白色的 或者带蛋白色的白带 患处很多时候都是大腿磨擦 阴唇的地方出现 或者阴唇的地方 甚至是阴道里面出现的水泡 通常性行为会特别痛 症状会有周期性出现 很多时候都会有整体性的不适和发烧 这是Nature Muriaticum 基本上我过去都是用这个疗剂 另外一个疗剂就是Athenecum 通常Athenecum的重心症状 都是一种灼热的疼 Burning pain 通常是第一次发作的时候 通常都是很严重的很大的水泡 然后表面有潰洋 然后是化浓 变黑 也有时候可能密密地出现 但每次都不是太严重 这是新的最主要是灼烈的痛楚 另外一种是蜜如湿 尤其是女性的抛诊 异形抛诊 主要症状是非常痕和很严重的痕的白带 位置多都是性器官部分、阴唇 还有肝门的地方是特别多 通常在惊奇的时候会差些 或者小变的时候会特别感觉痛 另外一种是Petroleum 石油 都是重复性爆发的水泡 通常这些水枝会造成黄的、厚的结枪 然后会裂 在爆的时候是非常痕 受病弱也会感觉很冷 部位多数是大皮内侧、perineum的 会阴身、肝门的附近 当然会影响阴度、 1933-21-29-29、ืoster-30иш色 通常贵后性在冬天时是比较差的 往往你会发现到患者也会有些抛疹在手指 通常遇到这个症状 例如那种湿疹 手指又裂了 冬天差 我们都会想到这个是Petrolium的疗剂 当然有很多其他的疗剂 包括石物和Metalhinum 这些都是用得着的 水银、Nation Carb 其实疗剂都比较多 还有一个就是Stavicella 飞燕草 飞燕草往往都是女性 通常在每次性行为之后 它就会更加差 就是飞燕草 我也叫做蜜月期的疗剂 经常会有的 这几个是简单介绍 当然疗剂都比较多 我们都要视乎香港病人的症状 体质 我们要配动疗剂 主宗抛疹二刑 因为性抛疹人的症状 那些人患人都觉得很麻烦 因为他很害怕会传染 会被对方 也说了给对方 可能性伴侣觉得很不自在 所以我遇到很多时候 情绪是抑郁的感觉 所以我的过去经验 Net Mirror 经常是很适合情绪 状态和背景 当然遇到健康上的问题 我们最正确是寻求一个正确的医疗方法 大家可以找一些专业的人士去帮忙 但正如刚才袁先生提及过 这个抛疹二刑 很多时候令到病患者 难于啟齿 或者怕自己伴侣有不安的想法 所以我们在这一集说了 希望大家如果不幸 身体状况出现了抛疹二刑 也可以考虑一下刚才提及的疗剂 自己试一试 希望可以解决得到 如果不是的时候 大家不用灰心 袁先生在这方面 也可以帮助大家 只不过 提出来给大家知道 所有的毛病 都有一定的疗剂 有一定的方法 可以帮助大家 所以不需要灰心 不需要觉得好像 壞了一个不治之症 也希望在我透过节目中 希望大家可以找到 健康快乐的人生 多谢袁先生 今天和我们分享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原医生做一个预约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如果想查询刚才的疗剂 或者其他健康产品 可以联络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海外的听众 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到 cs.naturalhealing.com.hk 下期再见 拜拜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having to YouTube 你好 的 是我 誰 你 海外 怎么